溫哥華沿岸衛生局雖然已經明言不會在列治民設置安全注射屋 但市長馬寶定今天表示市內的濫藥問題仍然存在 所以市府會繼續與衛生局解決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馬寶定今天在接受CTV訪問時指出 市內去年一共有26人因濫藥過渡而死 而市會也一直對市內濫藥人數增加而感到擔憂 他表示這26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屬於自己的未來都有親朋好友 他不認為當局可以忽視這些群眾所以市府才會提出動議 希望與衛生局討論設置安全注射屋是否可行 這個動議引起了不少列市居民的強烈反對 星期一晚上的討論會更加有數以百計的市民 在市政府大樓門外抗議 但是動議最終仍然以7比2的票數通過 溫哥華原外衛生局就在動議通過之後表示 獨立運作及安全注射屋對列市社區 並非解決濫藥問題的最合適方案 但是當局仍然會與市府繼續合作 評估如何加強預防濫藥的服務 以及確保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得到治療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鄺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止有優惠 花其心仲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損港利行 温市中心今日清晨發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一名行人在早上6時左右 於是中心嘗試玩過 Drake Street駕House Street的馬路時 被一輛正在House Street往南行駛的汽車撞到 温市警方表示 該名司機當時並沒有留意到行人 而行人被撞到後當場證實死亡 警方指出 司機又留在現場協助調查 初步調查顯示 現外發生時 司機是跟從交通綠燈號的指示駛入路口 而從現場照片可見到 涉事車輛的擋風玻璃完全壞裂 警方當時一度封閉現場 直到上午8時15分左右解封 警方未透露死者身份 今日本部記者到車禍現場時 發現該位置屬於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 人流和車流都非常之多 附近亦都有教育中心和大量拍文 停泊在馬路兩側的車輛亦容易造成萬點 警方呼籲 如果市民有任何案件相關資訊 或行車紀錄而騙軟的人士 可以致見6047173012聯繫溫哥華警方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品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ie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 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 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 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 Eggersa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卑士運輸及基礎建設廳長范連銘今天宣布 由於一間卑士運輸公司的貨車 類似涉及省級高速公路和高架橋的碰撞事故 省府正式取消該公司的營運許可證 根據省府的資料顯示 由2021年12月至本年1月期間 省內一共發生了34宗高速公路和高架橋的碰撞事故 而其中6宗就是和運輸公司 Trohan Freight Forwarders有關 該公司也是唯一反覆發生同類事故的公司 范連銘今天表示為了確保道路安全 省府在星期四已經正式向粗咸公司 發出吊銷許可證的通知 他指出這個是針對一間多次違規的公司 可以採取的最嚴厲行動 同時也是給省府其他營運商一個明確的信息 就是對省內基礎建設的損毀必須停止 該公司的第六次事故發生在去年的12月28日 事發之後運輸廳已經暫停了該公司的安全證書 令公司旗下65部貨車 沒有辦法在省內進行運輸工作 該公司也在本月較早前入品卑斯最高法院 要求推翻省府的命令 北美治留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治療、外治、混合治、鋼瘤、鋼裂、鋼裂、鋼洲、隆腫等 創痴人陳國二院長的國二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 因為一個客戶用PayPal購物但存款中欠了45仙 就給TD收了他96元的費用 整件事合賣的錢都不夠100元 但現在TD東名銀行就要拿1590萬元出來 做賠償和支付其他費用 聽到這裏你不用說著 因為不錢不是賠給一個人 而是賠給10萬5千個同樣被雙重收費的人 每個人有88元 這件針對向存款不足的客戶 收取費用的集體訴訟案 整件事是客戶太辣 用PayPal的時候被TD收取了96元的費用而引起的 提出集體訴訟的律師事務所說 符合資格的客戶現在都會獲88元的賠償 款項會傳入他們的帳戶 安省高等法院在接獲 這種集體訴訟不夠一年之後 銀行和律師行達成了和解協議 其實除了TD 加拿大其他幾大銀行 亦因為雙重收費的指控 而面臨類似的集體訴訟 NPOW 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警方今天又放了一段 和爆門入屋打劫案有關的視頻 但這段視頻和昨天的很不同 昨天的視頻是拍攝 賊人入屋打劫的情況 今天這段是拍到警察捉賊的情況 警方表示 昨天也即是星期四上午 警方接到報案 說皇帝鎮Q Street 發生爆門入屋行結案 上午9點 警員到場調查 看了護主的監控錄影 迅速鎖定了一個搜索範圍去追查 並通知瑜伽區警察用直升機協助 經過一小時的錄空搜索 直升機在一個茂密的叢林裡發現一個人 直升機機師通知地面警察說 嫌疑人在那間屋前停下 你從警車的司機位的窗向外看 你可能會見到他 地面警察很快找到這個賊人 他沒有反抗也沒有想逃跑 虎手就擒 任得警察和他坐上搜購 若克區警方表示 被捕的是一名45歲的多倫多男子 被指控犯有兩項闖入民居罪 和兩項故意偽裝罪名 警方仍然在尋找其他涉案匪徒 相信他們是坐一部新款的灰色本田CRV走了 如果警察能夠有多幾次 這樣成功的捉探行動 類似的案件肯定很快就會減少 是一間公司做了二十年 又為公司的退休金供款 到自己六十五歲退休 想拿回當年在公司的退休金來養老 誰知公司告訴你 你那二十年的退休金供款紀錄 不見了 沒得給你 真是會嚇到你傻 這裡說的退休金不是政府的CP 而是一些公司自己設立的退休金供款計劃 在密西沙加的男子韋進華 他有一間有固定退休金供款計劃的公司 做了二十年 四十五歲的時候他轉工 他說給公司的退休部門 說退休金供款名測上沒有你的名字 為了領回這筆退休金 韋進華向代表退休金受益者的 安省金融服務管理局求助 他希望這個機構可以幫他賺回這筆錢 幸好最後都賺得回 金融服務管理局說 當前是有二十萬的省民被拖欠了總計三十億的退休金 這些原因可能是因為當事人轉了工 公司倒閉了 又或者當事人沒有更新自己最新的聯絡訊息 管理局的執行副總裁說 三十幾年前當你還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做事 你可能忘了當時是有一個退休金計劃 現在為退休做儲蓄是比任何時候都重要的 因為通脹真的很高 但是根據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份民調顯示 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者 現在還是最關心日常的開支 而不是為退休做儲蓄 金融服務管理局提醒大家 隨著工作的變動 你是應該跟蹤自己退休金的文件和紀錄 這就是韋進華能夠找回他退休金的原因 如果你認為自己被拖欠退休金 又或者對自己的退休金計劃有任何疑問 你們是可以去金融服務管理局的網站查閱的 想買二手車的人 尤其是新移民你要留意 賣車給你的車主 法例規定他是要提供車輛信息包裹給你的 如果他沒有給你的話 你千萬不要買 因為這輛車隨時會是來歷不明的偷車 買了就會變成偷車賊 就黑狗得食 你就白狗當災了 伊朗移民加迪米大約三個月前搬去貴戶市 他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面 找到一輛幾不錯的二手2015年款的Honda CR-V 2月初他就去墨西沙加和買家溝通並且試車 最後就以一萬一千五百元買了這輛車 賣家給了一份Carfax的報告和兩條車士給他 他和這輛車搞好保險之後 就帶著所有的文件去安省服務局 即Service Ontario上牌 結果職員跟他說 這輛車上不了牌 叫他去報警 加迪米開著車去報警 警察告訴他這輛是偷車 一定要扣留 不能開走 桂湖警隊的發言人說 很遺憾 這輛車是被人偷走的 警方拖走了這輛車 並且扣押住 應該可以歸還給車主 當然調查會繼續進騰 並且我們會試圖追蹤賣車的人 發言人說 這輛車在多倫多被人偷 在墨西沙加出售 在桂湖市被扣押 全部都是跨越警區 所以挺複雜的 如果加迪米想拿回一萬一千五百元 那就要民事起訴 這就不關警察事 警方建議 所有買二手車的人 都應該確保自己 收到賣車的車主 關於這輛車的訊息包裹 即是我們之前所說的UVIP 訊息包裹裡面 是有齊駕車的資料 包括他經過多少手 還有沒有分歧未比等等 同時是可以確認車主是誰 但是加迪米在這件案裏 對方是沒有提供到這樣的包裹給他 加迪米認為自己是太過容易相信人 他說這次是我人生裏最慘的經歷 我現在沒有錢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試圖聯絡當時賣車給他的人 但是對方已經去如黃河 無影無蹤 不聽他的電話 近日香港多區都出現武師二人組 到處拜年鬥利市 網上片段見到其中一個人 負責武師一個人手持羅鼓 警方昨天在財灣見到懷疑涉案人士再次無私 即場拘捕一名51歲的四川男子 涉嫌無許可證而在公眾地方無私 並在他身上檢獲兩封分別10元和20元的利是 據了解被捕的51歲四川男人姓唐 年初二以旅客的身份經羅湖獨自來港 獲准逗留至本月18日 昨天下午3時多 警員在財灣儀太街休憩處附近巡邏時 發現他身穿黃色的武師服裝配有羅和木棍 見到警察後迅速逃去 警員其後再在財灣路調查 發現他在幾間食店外獨自表演武師 有兩個人向他派利是 警員接停並拘捕他 根據《簡易程序治序條例》第228章第4司條規定 除了獲得警務處處長豁免的人士 任何人士在公眾地方組織或參與武師、武龍、武麒麟 或任何副除的武術表演 均要按照警務處處長所發出的許可證條件進行 巨型飄浮洪森 前日亦即是情人自喜 在香港展出 迷你版洪森亦於全港各處快閃 主辦機構香港設計中心今天公佈 按照委託的市場策略研究公司統計 洪森首日4個展出地方 已錄得65,524次參觀人次 其中遊客佔了20.7% 大幅超出預期 文化藝術盛市委員會 早前預計 洪森的整個展出過程 可以吸引超過10萬人次的參觀 巨型飄浮洪森 由文化藝術盛市基金贊助 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回復本部查詢時 時後表示活動涉及資助額約780萬元 涵蓋拆展、展品製作和展示 工作人員和保安、本地和海外推廣等費用 按基金要求 申請人須遵照資助協議的規定 進行計劃和旅遊相關的責任 並須於活動完結後提交活動報告 經佔納後方可除得商認撥款 巨型洪森由情人自喜一年11天 在中環皇后帳廣場花園展出 快閃洪森首日曾於旺角花園 大埔臨村許願廣場和碑路閘灣海濱長廊亮相 昨天曾到香港海市博物館 今天就會在中環街市展出